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 五十多岁的王阿姨是我们小区广场舞的领舞者,每天都能看到王阿姨定时定点地带领大家去活动筋骨,还别说,平时气色还真非常不错。 可是万万没想到,王阿姨居然也住进了医院,听她女儿说,虽然王阿姨每天都锻炼,但是经常会出现下肢麻木感。 脚痛并有压迫感,但是休息一会儿可以缓解,所以也就没当一回事。 进到了医院,医生告知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医生告诫,腿疼未必全是骨头的问题,也可能是血管问题。 身体想要健健康康的,那么首先要保证血液循环不出问题。 因为一旦人体内部的血液循环受到阻碍的时候,很多疾病就会找上门来。 血液循环的畅通需要我们提供健康的血管。 那么,我们该如何及时发现身体血管被堵塞呢? 一,此处颜色深,千万要注意。 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志刚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中医四诊中的望诊,望蛇。 望诊是中医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诊法。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舌头的颜色来分辨血管的堵塞程度。 我们的舌为心之苗,心血主脉。 所以,我们的舌头如果发现舌头的颜色青紫,甚至有淤斑的时候,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的血管发生了堵塞。 一,舌头发青,等于体内有淤血。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任何病因引起的静脉淤血,血流缓慢, 血粘度增高,毛细血管扭曲畸形,血管脆性增加, 血管收缩静暖,血中缺氧,血栓阻塞等。 这些都可导致舌的微血管循环不良,血管颜色变深变紫, 从而出现青紫舌。 二,舌上淤斑等于血脉淤阻。 舌头如果呈现出淤斑, 绝大多数都是由于血液循环受到阻碍所导致的, 使血液中的含氧量下降,血管淤血导致的。 这种情况终于称为血脉淤阻。 忘了舌,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 还能说明血管堵了呢? 志恒在这里再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这五个信号, 都是堵塞的征兆。 一,突发凶闷, 可能是警惕肺动脉拴色。 如果久坐或卧床后站起时, 突然感觉胸闷、气紧, 甚至突然晕倒, 就要警惕是下肢倾脉血栓出现了脱落。 堵塞肺动脉引起的肺动脉栓色。 肺动脉栓色危害很大, 严重时可以导致猝死。 观众动脉是为心脏供血的血管。 如果出现了堵塞, 狭窄, 心脏供血就会受阻, 缺血严重, 从而导致胸痛的产生。 如果是持续性胸痛, 就更凶险了。 这提示, 冠状动脉已经完全堵住, 血流几乎中断, 持续二十分钟以上, 就会出现心肌梗死。 突然发生的一侧肢体上肢或下肢无力, 提示脑动脉或颈动脉发生了堵塞, 同时还可能伴有说话模糊, 一侧口眼歪斜, 事物模糊等表现。 出现这些症状, 不论能否自行缓解, 都需要及时就诊。 四、水肿、尿量改变, 提示肾动脉堵塞。 肾动脉主要完成肾脏的血液供应, 如果斑块出现在肾动脉, 就可能让肾脏动脉血供应减少, 影响到肾功能。 患者也会产生食欲下降、 乏力、尿量改变、 水肿等肾病症状。 随着肾脏缺血加重, 其排毒功能会受损, 甚至发展为肾衰竭, 就要透析治疗了。 六、走路腿疼, 说明下肢动脉堵了。 当下肢血管缺血时, 走路的时候可能会腿疼, 休息后减轻, 再次行走又疼, 医学上称为间歇性薄形。 如果忽视下肢动脉堵塞, 任由病情发展, 就可能导致下肢严重缺血, 随后出现皮肤温度下降, 足备脉动减弱或消失, 不行走时也会下肢疼痛, 肢体破溃, 伤口很难愈合, 甚至组织坏死, 最后只能截肢。 血管堵塞这么可怕, 难道就没有任何疏通的办法了吗? 志恒帮大家请教了李教授。 李教授告诉我们, 血管堵塞不要怕。 有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 就是暗揉公孙穴。 血管堵塞的人, 平时常暗揉公孙穴, 对疏通血管有帮助。 三,这里通了, 血管也通了。 一,公孙穴可以疏通血管。 公孙,经穴明, 出林书本书, 属足太阴脾经, 足太阴之落穴, 八脉交汇穴之一, 通充脉。 公孙穴像皇帝一样, 可以指挥四方。 那么, 通过暗揉公孙穴, 就可以调动全身。 所以, 暗揉这个地方, 就可以接触全身的疲乏, 对五脏皆有调节作用。 血管堵塞, 可以长暗揉公孙穴, 可有健脾生血的功效, 调节气血胜衰, 加强益气活血, 疏通血管的作用。 公孙穴的位置, 在足大致, 与足掌所构成的关节内侧。 往后用手推, 有一弓形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足弓。 在弓形骨后端下缘, 可触及一凹陷, 按压有酸胀感。 我们可以用双手拇指指腹, 按压公孙穴。 按压时, 要注意力度稍重, 每次按摩五到十分钟, 每日按摩两次。 血管是最怕堵的, 所以一定要经常按摩脚上的 这个能够疏通血管的黄帝穴。 血管通了, 疾病自然也就远了。 除了按摩这个穴位, 智恒还请教了一套血管按摩操,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四, 十分钟血管按摩操。 血管按摩操不仅能扩张血管, 改善血流状况, 还能帮助降血压, 专通血管。 下面就介绍一下它的具体动作吧。 一, 头部按摩两分钟。 用指腹或掌心画圆, 按揉太阳穴。 用双手手指分别向前、 后、 左右、 推压头顶。 用两手掌心上、 下、 左右、 推压额头。 捏住耳垂根部往下前拉, 使骨膜感有震动感即可。 二, 左右手按摩各一分钟。 用指腹搓搓手背和手心, 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每根手指侧面, 从根部往指头轻轻揉搓, 左右手交替进行。 三, 腕部左右各一分钟。 用手捏住腕部, 左右转动, 再上下搓动, 使皮肤和腕骨有种分离感。 四, 左右腿各按摩一分钟。 用双手手指用力按揉大腿根部, 腹骨勾部位, 就是腹部与下肢的连接处。 用手依次从大腿开始, 向小腿方向抓捏起肌肉, 上下揉动, 左右脚各按一分钟。 画圈转动脚腕。 用指腹揉搓脚背, 脚底。 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脚趾侧面, 上下撵动。 再做血管按摩操前, 按摩淋巴, 能促进淋巴流动, 有助拍毒, 令效果倍增, 即按摩锁骨窝, 腋下, 肘部, 以及膝盖内侧。 而今天要跟您聊聊, 一种罪易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 致死率极高, 却往往最被忽略的 肚。 这个肚不在动脉, 不在大脑, 也不在心脏, 而是在下肢静脉。 经专家介绍, 下肢血栓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血栓突然崩解, 顺着血液循环, 从小腿流离到大腿, 经过胸腔到达心脏, 最终蹦到肺动脉, 堵塞肺血管, 造成肺栓色。 而有11%的患者, 会在阻塞后一小时之内去世, 并且, 是突发猝死, 医生往往来不及抢救。 一, 如何判断是否患下肢血栓? 测腿围。 只需伸出你的双腿, 测量腿围, 就能自测是否存在下肢血栓。 因为有血栓和没有血栓的两条腿, 粗细往往不一样。 测量方法 皮齿测量, 两腿膝盖下10厘米处, 周长差距大于1厘米, 腿微粗的那一侧, 可能存在血栓风险, 建议到医院进行下肢必超检查。 中日友好医院曾经做过一次大规模的调研, 对全国90多家医院的血栓病人, 做了完全的统计分析。 十年研究, 最终也得出了引发下肢血栓的原因, 以及针对异栓人群的预防方法。 二, 引发下肢血栓原因, 及预防方法。 久坐不动, 长期三高, 下肢静脉血液循环就会逐渐减慢, 可能导致血液粘稠, 从而形成血栓。 一, 慢, 久坐。 就像水流慢了容易有淤泥, 血流慢了就容易形成血粘快, 也就是血栓。 静坐会使血流流速减慢一半, 如果静坐三十分钟, 血流变慢四分之三, 静坐超过一小时, 大大增加血栓几率。 这也是为什么久坐会容易长血栓。 建议, 坐满半小时, 就要尽量起来活动活动。 其次, 保持正确的坐姿, 腰背挺直, 避免腰部悬空, 双脚平放地面, 不要翘二郎腿。 二, 凝。 血液高凝状态。 有基础疾病的人, 血液容易出现高凝状态, 就容易得血栓, 比如, 有慢性心血管病, 脑血管病, 肺病, 或者肿瘤的人。 三, 损。 血管内皮损伤。 血压、 血糖、 血脂的身高, 都可能导致血管内皮损伤。 这种损伤会增加血栓风险。 建议, 三高人群应定期关注凝血功能, 到医院做凝血功能检查, 出现异常要当心血栓风险。 有一种腿上的包, 欲试循环受阻, 存在血栓。 如何辨别您皮肤上的包, 是脂肪瘤、 纤维瘤、 还是血栓? 三, 专家教你用三个症状巧分辨。 一, 红。 小腿出现红肿包块, 可能提示出现血栓。 二, 痛。 有静脉曲张的部位, 同时有红肿痛, 小心血栓。 三, 肿。 血栓引起的水肿, 一按可回弹, 单侧腿为增加。 如果发现皮肤突然鼓起大包, 伴有肿胀, 发红发紫, 或者疼痛, 包块随着静脉的血管生长, 多提示您的小腿存在血栓。 而脂肪瘤, 纤维瘤, 皮下节节, 这些包块, 一般小时候就有, 或者存在时间很长, 不用过于担心。 专家提示, 大多数的下肢静脉血栓, 早期病无明显不适, 有静脉曲张, 高血糖, 高血压, 血脂异常, 感染, 或者久坐久站的人, 孕妇等, 都是静脉血栓的高危人群。 四, 日常, 可以做以下两个运动, 预防血栓。 一, 动动脚踝。 当大家久坐久站不动时, 可以做做踝蹦运动, 躺着坐着都能做, 上下活动脚踝, 旋转活动脚踝, 都可以增加下肢血液循环, 预防血栓形成。 二, 每天快走三十分钟。 中老年人, 预防血栓可以以走路为主要运动方式, 步行能保持有氧代谢, 增强心肺功能, 促进从头到脚的全身血液循环, 防止血脂在血管壁堆积形成血栓。 一, 走路防血栓, 要注意三五七原则。 原则三, 每天步行三千米以上, 且保持三十分钟。 五, 一个星期要运动五次以上。 七, 运动后, 心率加年龄应不低于一百七十。 如果觉得计算太难, 那就记住一个原则, 每天快走三十分钟, 直到身体发热, 甚至微微发汗, 就达到锻炼效果了。 而动脉和静脉一样重要, 但是也有一些人, 动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由于人们在平时没有注意好自身的习惯养成, 喜欢海吃海喝, 而且又不爱运动, 所以导致动脉硬化。 那如果已经出现了动脉硬化的话, 吃哪些食物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一症状呢? 5. 改善动脉硬化的食物。 1. 花生。 花生不仅可以补充人体的血液, 同时也能够使血管当中的垃圾 能够被迅速地清理掉。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平时吃了太多的垃圾食品, 所以使血管当中有过多的沉淀物。 这些沉淀物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导致动脉硬化。 吃花生可以预防动脉硬化。 2. 牛奶。 牛奶也是防止动脉硬化的好食物。 牛奶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 牛奶当中含钙量丰富, 而且牛奶还可以护卫。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多喝牛奶其实对防止动脉硬化有一定好处。 3. 蔬菜和水果。 如果动脉已经出现了硬化的情况, 那就应该要多吃蔬菜和水果。 很多蔬菜都对防止动脉硬化有一定好处。 即使出现了动脉硬化, 也能够对身体有所改善。 不要单选一两种食物来吃, 而是应该要选择广泛地吃蔬菜水果。 动脉和静脉异常, 可能会导致其他的疾病。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就应该要按时服用药物。 同时, 还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锻炼, 使动脉和静脉的情况逐渐好转。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